好的 下午一开始 大家呢应该先稍微复习一下上午讲的这个内容 把这个增山改查给它弄熟了 同时 作为一个小小的练习 请大家伙把前面前台的这个index.sp 你给它转换成为动态的 这件事情呢也并不是非常容易做 不过呢你必须要去做 这个东西要想转换成动态的怎么来做呀 我说的是前面这个jsp给它转成动态的 墨日已经设好了 把这转成动态的 那你一定要找出来这样的一个单位 然后拿到我们从数据库里拿到的信息 跟着来做循环 是不是这样子的呀 同学们 也就是说你的seterator一定是套在这个单位外面的 而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category的name 下面就是我们的category的description 主题这个数量由于咱们暂时数据库里还没有 先不管文章也不也没有 先不管这东西并不难 将来加就是了 还有最新的文章什么时间 先不管 OK 应该先把这个循环先给他完成了 作为一个小小的作业 大家你可以动手 做一做试试看 这东西我不打算讲了 我觉得并不难 怎么 无非就是说最重要的 你应该是把这个单位前后的代码 哪一段是这个一个单位给他找出来 对不对 然后把其他的删掉 做便利就可以了 能理解老师说的意思吧 OK 试试看 等一下呢 我们来讲异常处理 炭上面